第一个国策开拓江东 我们推荐的是孙权 周瑜和吕门组建的一支公兵队伍 孙权携带当分兵武 吕门携带八门重制 周瑜携带夺魂草船 兵书和加点呢也展示在屏幕当中了 这一队呢优势在于孙权和周瑜可以形成一个双输出 周瑜呢在副将位置上也可以打出主将的效果 并且吕门和周瑜携带齐阵的兵书 帮孙权尽快刷出五个增益状态 所以说这一队还是未来可期的 下一个国策俯曹真雄 我们选择的主要是成玉的加成 推荐的队伍呢是五谋棋 由SP巡域 SP郭家和成玉组建 SP巡域携带杰力刮骨 成玉携带缝子英磊飞巡军 SP郭家携带独魂胁迫上兵伐谋 这一队相较于之前的成玉五谋棋来说 可以享受到国策7%的主动战法加成 这样的话对于触发郭家的惊天伟地也同样有提升 可以说这一队是加强版的非雄五谋棋 第三个国策匡扶汉是 赵云的这个160点武力非常吸引我 给大家推荐一队赵云的队伍 由赵云甲许和佐词组建 赵云携带微谋积分 甲许携带夺魂碑蛇 佐词携带赞臂大象 这一队的特点呢 在于控制和输出的完美结合 在控制方面 微谋积分还有甲许本身能够提供强力的控制 而在输出方面呢 提升了160点武力的赵云 输出将十分给力 并且呢 甲许有机率给到赵云负面状态 赵云还能获得这个会心的提升 并且啊 赵云还有兵输动若关火 可以免疫一些减属性的状态 加上其优秀的思维 做主将也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队呢 也是值得期待 好的 以上就是对于江东自立之下 三个国策的队伍推荐 兄弟们如果还有更加给力的阵容 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分校一起交流 这里是盘奋邦 国分校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第一个国策呢 是新兵陶董 推荐的队伍呢 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陶原盾 战法选择呢 是刘备携带 知己知彼 暂闭齐分 张飞携带 及其堕归 即行政 关羽携带 千里走单旗 彻刀着敌 兵输选择 及其加点呢 都已经显示在屏幕当中了 大家可以暂停观看 也可以收藏观看 这一队相比于传统桃园来说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由关羽 担任队伍的主力输出 关羽由于携带了千里走单旗 具有洞察的效果 所以说他带输出型的战法 伤害可以有所保证 贴两张战报 让大家前前感受一下 我们来介绍下一个国策 及队伍选择 第二个国策呢 是抵御群雄 这个国策当中呢 董卓和吕布迎来加强 我们推荐的队伍呢 是吕布的反击队 战法选择方面 取游携带 草船接舰 警翻军 吕布携带 忠勇一列 703军 左慈携带 五分阵 非攻制胜 乍一看呢 这是一个温侯宫的翻版 但是这个温侯宫呢 相比于其他剧本来说 吕布拥有国策的加持 可以提高天下无双的发动率 那么吕布在这队当中的输出 将变得真正天下无双 第三个国策呢 是与世无争 其中加强的武将呢 是鱼籍和画陀 这两个武将呢 瞄准的都是同一个阵容 那就是乱世妖心盾 战法选择呢 由张角携带 太平识别 鱼籍携带 风使阵吞架 然后画陀携带 杰力加刮骨 听书和加点方面呢 依旧写在屏幕当中 大家可以暂停 或者收藏观看 这个阵容当中呢 相比于原来的三仙来说 鱼籍和画陀都迎来了加强 尤其是画陀 杰力加刮骨 有75%的概率 可以使全体获得进化状态 这个对于三仙的提升呢 我认为是非常大的 再配合鱼籍有30%免疫灼烧 也可以应对一系列的灼烧队伍 好的 以上就是对于关渡之战 三个国策选择 以及队伍推荐了 兄弟们 如果有更好的阵容 也欢迎在评论区和奋校交流 如果有奋校说的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在评论区指出 这里是潘奋邦 郭奋校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